在日常生活中,有很多方法可以省水 除了改变少少日常用水习惯外 使用适当的小帮手 例如,在水龙头和沐浴花灑头内安装折留器 都可以省到水的 水龙头折留器的安装方法很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,要确定水龙头已经关陀 然后,将原有的喷嘴拆出来 再拿走喷嘴里面原有的配件 和黑色墊圈 之后,将折留器放在喷嘴里面 白色面向上 确定折留器方向正确 最后,安装回原有的黑色墊圈 将喷嘴安装回原位 再折留开水龙头看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安装折留器前后的出水量 折留器在一般的水龙头都适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板凶微转部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